八九十年代的港圈盛产大美人 这些大美人们的美貌和气质各有特色 大气的 端庄的 甜美的 还有一批性感女神脱颖而出 如果给这些香港性感女神排个名 秋书珍第五 中立体第八 谁是你心中第一呢 一 李立珍 李立珍年轻时才是真正的纯玉天花板 作为曾经的香港性感女神 李立珍年轻的时候十分风光 十七岁就进入了娱乐圈 更是凭借着蜜桃成熟时一夜爆火 事业发展如火如荼 而且李立珍身材虽然看起来虽然鲜瘦 但其实身材很有量 加上雪白的皮肤 难怪成为很多网友心中的性感女神第一名 凭借傲人的身材和完美的颜值 当时的李立珍俘获了无数少男少女的心 但一九九六年她却淡出了娱乐圈 时隔两年后付出也没能泛起多大的水花 四十岁的时候 李立珍出演《涅帝》电视剧 看起来销瘦了不少 脸上也没有了少女感 但看起来却有种成熟知性的美 因为感情和父母离世的打击 如今五十多岁的李立珍发福了很多 而且一直是单身状态 近期传出她在街头逛街的照片 打扮十分朴素 身材走形 不过一双大眼睛仍然亮眼 也能看得出她身材有料 每次晒照时总是笑容满面的 不仅如此 她还经常自嘲 常常用真婆婆和肥真来吐槽自己 可见她并不在意自己如今的状态 二 吴嘉丽 可能有不少年轻人不认识吴嘉丽 但在吴嘉丽的巅峰年代 她是港圈当之无愧的性感女神 成龙大哥都说过 吴嘉丽才是最性感的女星 吴嘉丽的长相不算符合传统美女的标准 但不妨碍她成为一代人心目中的性感女神 不但是身材 吴嘉丽的长相神态才是最有魅力的 其实吴嘉丽的长相严格来说并不符合当时的审美主流 甚至有点显老成 但是她的气质十分突出 如今年近60岁的吴嘉丽之前还调侃自己长得成熟稳重 让男性觉得自己不需要照顾 而她至今单身 虽然看上去有点发福 但看起来风采依然 三 叶玉清 叶玉清曾经被评为港圈四大游物之首 她的风情和性感相信很多人不会反驳 叶玉清的长相在当时的港圈不算出众 但她另辟戏警 凭借风月片一炮而红 性感的身材和妩媚的长相成为一代人的回忆 成名后的叶玉清深知拍风月片不是长久之路 转行出过专辑 还拍了文艺电影 最后嫁给了美籍富商胡赵明 但出娱乐圈 如今50多岁的叶玉清偶尔还会出席活动 她的身材依然苗条鲜瘦 一举一动不失风情 四 翁红 翁红曾经是亚界冠军 她的长相已经十分出众 身材更是有料 四肢修长身材高挑 难怪一度和富商传出绯闻 翁红早年也是因为拍风月片走红 给大家留下性感女神的印象 不过她之后转型到TVB拍戏 可惜出演的大多数是配角角色 长相和身材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 如今50多岁的翁红已经到内地发展多年 更嫁给了小三岁的台湾才俊 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翁红至今在内地没有放弃拍戏和商演 她保养得十分好 皮肤雪白 加上身材有料 穿着修身的长裙不但不会觉得她发福 反而显得高贵和有韵味 五 邱淑珍 作为淳玉女神的代表人物 邱淑珍绝对是女神中的女神 在上个世界90年代 出道多年的邱淑珍就在荧幕上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着性感女神之称的她 很是讨人喜欢 邱淑珍的脸型和五官其实长得十分甜美 小巧的下巴更是出众 但是她走的风格确实性感火辣的路线 加上不俗的身材 让她在一众大美人中脱颖而出 在美人如云的年代 外形的打造对一位女性的形象影响尤为重要 邱淑珍的个人特色正是被发挥的淋漓尽致 现如今姐姐已经是退隐状态 但也是极力在扶持自己的女儿 不过对比她女神沈月多少还是有些不足之处 不像妈妈那么的惊艳 只不过现在的邱淑珍真的是老了 之前由网友晒出街头逛街的邱淑珍 身着一件纯黑色的衬衫上衣 踩着拖鞋背着包 打扮简单毫无昔日女神的魅力 背影看上去像极了家庭妇女 真的是老了不少 穿搭也是有点不修边幅 六叶子梅和叶玉清同期的性感女神中 不得不提叶子梅 叶子梅能在一众美人中获得一席之地 她傲人的上围有很大的功劳 叶子梅性感的身材在当时的港圈可以说是无出其右 不过叶子梅在1994年之后就退出娱乐圈 和骨科医生男友过上甜蜜的同居生活 不过两人一直没有结婚 2018年 叶子梅的男友去世 年过50岁的叶子梅也恢复了单身生活 虽然退圈多年 但叶子梅早年靠着投资房产赚了不少钱 前不久媒体还报道她花3600万港币买了一套新房子 可见她不缺钱 只是退圈多年的叶子梅身材发福 每次现身也是不注重打扮 看起来跟普通人没什么差别 7.温碧霞 温碧霞的身材其实不算特别出众 但她的长相很有特色 配上一头大波浪长发和红唇 一贫一笑皆是风情 其中温碧霞在火玫瑰和港版风神榜中的形象至今受人称赞 温碧霞与何祖光结婚22年 始终恩爱如初 南方将她宠成了公主 两人还领养了一个儿子 一家人经常外出旅游 日子过得特别轻易 作为港圈有名的阔太太 温碧霞出席活动时 总是戴着大牌的首饰 此次她两只手上戴的镯子再加上耳环等饰品的价格 保守估计在50万左右 相当奢侈 如今56岁的温碧霞每次亮相都喜爱少女感十足的打扮 但其实她年轻时走的恰恰是知性性感的路线 当年她被誉为最美打击 如今一举一动仍韵味十足 大家都很羡慕温碧霞年近六旬还能保持这么好的状态 前不久 由网友晒出昔日女神温碧霞的近照 在没有美颜和滤镜的效果下 她的真实面容曝光 让不少网友大跌眼镜 画面中 温碧霞身材的确保持得很好 但颜值却大打折扣 温碧霞脸上画着浓妆 可还是没有遮住她满脸的皱纹与憔悴感 法令纹 于伟纹等就像树皮一样 就算不看脸 温碧霞的四肢也不像年轻人那般皮肤紧致有弹性 整个人皮肤松弛 老太很明显 隔远看就像是一位老奶奶 网友们看到温碧霞的生徒后 劝她年龄大了就不要再装少女了 真的很尴尬 与其半嫩 还不如优雅的老去 也有人觉得温碧霞这个状态算是很不错的 评论两极分化 8.中立体 1993年在香港参选国际华裔小姐儿入行演艺界 FHM杂志亚洲最性感女人第一 曾经有性感女神的美誉 中立体的长相妩媚中带着几分娇憨 身材是偏向欧美女性一点 是十足的前突后翘的风雨美人 如今已经年过50岁的中立体身材虽然有点微微发福 但整体还是保养得很好 身材曲线真的特别完美 之前中立体转行直播带货 人气爆棚 很多网友对她依旧十分喜欢 毕竟是曾经的人与女神 近期 中立体和丈夫张伦朔开启直播带货 全程十万人围观 这段相差12岁的姐弟恋 一开始就不被看好 有人说女强男弱 嘲讽张伦朔一直吃软饭 而年纪大的中立体 一直没有为张伦朔生下一儿伴女 反而带着和前夫生的三个女儿嫁入张家 不过他们的生活看上去还是非常幸福的 祝愿他们可以一直平安快乐 9.李婉华 李婉华凭借偷天换日中的蛇蝎美人走红 她的长相大气美艳 很有郁姐气场 之后李婉华扮演的紫山龙王 也被称为最美艳的紫山龙王 可见她的美貌 虽然红极一时 不过李婉华多年后也自曝 自己拍戏期间工资并不高 也因为工资低拒绝和TV必须约 后来便退圈嫁给了加拿大男友 过着低调美好的生活 如今54岁的李婉华偶尔还会上节目 可惜美人迟目了 10.关秀妹 八九十年代的王晶最擅长发掘性感女神 原本在TV必不受力捧的关秀妹 也是因为出演了王晶的电影而走红 关秀妹的长相不算很出众 但气质温柔瓜巧不失妩媚 身材也很有料 在电影角色的塑造下 被成功打造成江湖大嫂的经典形象 不过关秀妹早早退圈了 2002年 关秀妹迎来了事业上的致命一击 因为涉嫌违法而被捕 最终也因此葬送了自己的演艺事业 如今年过50岁的关秀妹销售了不少 脸上看起来也苍老了不少 对于关秀妹来说 她的事业也曾辉煌过 她的爱情也曾努力过 但最后 她还是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生活 曾经百花齐放的香港娱乐圈 不仅盛产了一批批的性感女神 还隐藏着我们几代人的美好青春 以上十位性感女神 都曾在香港影视业最鼎盛时留下过自己的足迹 她们所塑造的角色 一个比一个令人印象深刻 祝愿她们以后更加美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